大家好,欢迎收看ET才智Talk,我是Debbie 今天邀请来为你基金的Gordon,跟我谈谈 Gordon,你好 为何邀请Gordon,因为Gordon主管固定投资方面 我们经常说,最近一年,环球资产市场 都会受到很多不同的噪音影响 有些投资者都会觉得,我不想整天,每秒都看着市场 有没有一些稳定回报的投资产品 很多时候,很多人都会说债券 Gordon主要债券市场方面,很有经验 所以请Gordon上来和我们分享一下经验,好吗? 好 有一件事,我想我先要问你 因为以前一直做财经记者到现在 都接触到很多很传统的一些 资产价格相关的反应 你会说,股转债,债转股 传统上,买入股票就是risk on 买债券就是risk off 但不是的,我发现过去一年 股债一起拖着手,不停升 又或者一起跌 其实这个传统是不是没有了? 这个是好问题 其实这个市场的现象,其实都挺奇怪 看回来,其实最主要是一个原因 就是美国联储局的举动 大家知道,3月之后 美国联储局做量化宽松 亦都是市场买债券 这次联储局买债券的动作 和以前有点不同 它以前通常是比较着重 这些评级高 或者品质比较高的债券 但是这次来说 它亦都买一些所谓高增值 高high yield债券 垃圾债券都买了 是的,这个举动是将整个美国的 国债的yield curve 全部压下来 反过来,变相就变成 基本上好的 或者评级没那么好的 全部都升 也因为另外一件事 就是3月之后 我和很多投资者都聊过 他们怎么看 大部份10个有9个投资者都说 我有一笔钱放在银行 但是银行就和我赚0.001% 很头痛 是的 基本上全世界来说 都有很多这样的资金 是想找一些渠道去投资的 但是3月之后 因为都怕完整个市 就算你是客人 你去有钱去投资 你都想投资得比较安全 相对安全一些 变相很多时候 他们的钱就去了那些是什么名字 是一些大名 他们熟悉的名字 或者他们觉得比较安心的版块 那些公司的版块 是的 那变成了 其实在市场上 现在我自己个人觉得 是有两个所谓主题在发生 是吗 第一个主题 以英文来说 就叫做FOMO FOMO 是的 第二个主题就是TINA Tina 是的 FOMO 是为什么 FOMO 基本上是Fear of Missing Out 基本上 人家见到市场上升 然后你不升的话 你就迫着去买些东西 迫着去投资 FORCE BUY 尤其是跟指数的基金 当指数升的时候 你的基金不升的话 你就有压力了 那些客人就问到 为什么大市升你不升 可能有些基金经理 可能自己心目 自己都不是那么愿意去摆钱 他都要迫着去买 第二个呢 这个TINA 基本上 There is no alternative 没得选择 没得选择 你有钱去投资 但是你迫着去买些东西 那变相去了什么地方呢 基本上全世界很多资金 就去了美国国债 或者美国的股票 因为美国来说 虽然现在它的疫情 都是相对比较落后 那个恢复比较落后 但是美国的实体经济 基本来说 relatively 相对来说都是比较强的 是 还有很多时候美国的市场 都投资者觉得是比较认可 容量大 容量大 或者一些透明性比较高 很多时候 有钱去投 那就变成全部去投 美国国债 美国股票 所以见到近期那个 就是你之前说的 这个股同债的trade off 基本上是没有了 是 惨了 那把小时候读书 那些传统的思维打破了 但是问题是 你这个图里见到 就是疫情情况一路上升 美国股票S&P一路上升 现在说的 破了顶 现在市盈率是23、24 都不是特别便宜 可能有点偏贵 红色那个 美国十年债息一路上升 就是代表那些钱入债市 推低债息 是的 但是基本上 这个联储股的举动 是将所有在市场上 市场上应该有的信息 是全部都拿走了 是的 因为你是联储股 一下子这样买的话 不理好丑全部买 基本上就是做成这样 很多人说 债市的投资者 是世界上最聪明的投资者 因为他们的价格是反映有前瞻性 因为投资债券的人 看的因素要看得很长远 以及很透切 Gordon 如果我们追踪资金流向 譬如 截至上星期三为止 已经是最新的 就是一间大行富税 Jeffries他们的资金流向 其实我发现 那些钱都是继续 大规模地拍入债市 但是在不同类型的债券 我发觉有少少分歧 我们也知道3月的时候 股债一起出现债股灾 所有东西都跌下去 但之后你会看到 翻新程度 以一些高息债 以及可投资级别债的IG 反弹力度很急很大 但红色的虚线 就是看到一些国债相关 过去几个星期 就是有些走资的情况 是刚刚截至上星期三 才轻微资金流入 跌入去 其实这些是如何反映 投资者的取态 基本上 买债很大部分的原因 是因为投资想要收息 变成相对来说 当然 评级越高 他收息的量 就相对比较低 因为你评级高 对 安全 反过来 评级比较不太好 或者低一点 他的收入会比较高一点 当投资者的举动 完全是以收入为主的话 那些 或者债息相对偏高 例如在这里说 一些可投资级别的债券 甚至是一些高西债券 他们对于投资者来说 它的级别是比较高的 反映投资市场的风月位纳 也挺高 也挺大胆 其实想尋多一些回报 这个资金流向的表 大家都会问 那未来的趋势是会怎么走呢 究竟是继续会否寻求一些 这一类的高收益的一些 又或者比较低质素一点的债券 就是下一步我们要想的事情 我想高收益债券 一向都是有吸引力的 因为始终收息 就是钱进来袋子 接着之后赚不赚就再算了 我想但是暂在投资者的角度 尤其是现在世界的疫情情况 和世界经济情况 其实我觉得投资者是可以 买高西债券 但是我们觉得他们的风险位纳 或者那个组合 就不要一边偏向高收益 反而我们觉得一个 平衡一些的投资组合是比较好的 怎样是平衡一些 就是大家都把钱放在投资级别 也都放在所谓高收益债券 但是比重就因人而异 但是我们觉得在投资级别来说 我们就偏向一些 评级比较低的 例如三个B或者三个B减的债券 我们也都偏向一些 这个年期比较长的 因为现在息比较低 其实我想大家都不会觉得 息会走得很高 那你extend 多一点 因为有些长 五年或以上 是否都算长 如果在市场上 是的 但是反过来 在高收益债券来说 我们就反而偏向一些 评级比较好的 就是向上游 多一些 例如两个B 或者有些个别的 一个B 或者B加 或者B flat 我们都可以考虑 大家要留意着 刚才Gordon一直说 我们应该怎么组合的时候 其实透露了一点 我们在投资债券的时候 应该留意什么特别的重点 刚才你提到第一件事 就是不同的评级 大家都知道 不同的评级就代表 债券究竟是优质一些 还是差一点 另一件事 其实你也提到的是利率 利率和这个 经常都听人说 credit interest credit risk 就是信贷利率 其实这两件事 影响债券价格 是怎样的 可以解释多少给大家 基本上 如果大家 之前读大学 都读过所谓 finance 101 基本上每一只债券 譬如国债来说 基本上他们没有信贷风险 因为国家主权债 唯一的风险是只有利率 但是普通一个债 甚至高级别的三条A的公司 或者两条A的公司 他们始终有一个 所谓信贷的风险 就是credit spread 变成在这些情况之下 公司的债券 它所带给你的回报 基本上是由两方面 第一 刚才我说过利率方面 第二就是信贷风险方面 就是这样 所以这个chart 我们是show 给大家看 其实整体回报 你看挺好的 今年来 各个投资级别的债 以JPMorgan的债券指数 特别是亚洲债券来说 回报都有4.9 但是后面那些利率 和credit方面 影响方面 可否也说一说呢 看见到4.9 其实你将4.9 拆开两个方面 在一个利率方面 在一个信贷方面 在一个信贷方面 大家见到 任何这个所谓rating 来说 它的大部分 就是年初至今的performance 都是大部分 是来自利率的因素 利率的因素 都因为联储局的量化宽松 无限 无限 基本上它的举动 就将全世界的债市 水涨船高全部带上来 但是你撇开联储局的因素来说 你看看自己公司的基本面 你看看其实 以信贷的角度来说 甚至以最高评级的三条A来说 它连初至今都是在亏钱的 是啊 那就是说什么 基本上是说大市 因为联储局带头 水涨船高全部的水就涨了 但是你个别看公司的基本面 因为始终那个疫情 和现在世界的经济循环 是不少对公司层面 甚至是很大的公司 都会拖盈盈利 或者影响它的运作 所以是一个信贷层面 年初至今都是在赚钱 都明白了 我经常听 最近很多基金经理都推介 如果买债券 选择地区的话 一定会选择亚洲区 我只是知道 它应该是息比较高 但是我都会想到 有很多风险 例如资金进出 其实可以很快 或者经济基本面 如果我们看第二季GDP 其实大部分区内的市场 都是双位数的跌幅 其实都挺害怕的 那时候我都知道你们觉得 是亚洲区来的 如果选择债券的话 都是一个挺好的目的地 可不可以说一下为什么呢 最主要就是 基本上 就是回到我初头说的 就是 投资者有钱去投 都是投一些 它觉得比较安全 相对起 甚至一些 可能没有那么安全 或者这些区 亚洲市区多事端发生的话 投资者的风险位纳 就没有那么高 其实 相对来说 这些区的市场 尤其是对外国投资者 基本上 他们的参与不是那么多 变成了当你的市场 不是那么多人去参与 那这些市场一定是便宜的 这是Demand Supply 比如看看 亚洲区的高息债 相对于美国来说 现在它业势的差距 有成 两厘半 两厘半 或者两至三厘半 有时会高一点 但是你当这些 它国内航班都恢复到六七八成 那 来看其实 中国 虽然大家未知 中国 比起其他国家来说 它在疫情之后 那个经济 反弹的幅度 很可能是一个V shape 都不出奇 是吧 希望 是吧 但是价值来说 现在相对于全世界最贵的美国市场 其实 大家投资者可以想想 也是 如果你只是单看 比如高息债这个息差 另外其实只是看可投资级别债 其实那个息差 亚洲区 都是比美国同期 都高很多 我很简单 譬如你说起中国 因为中国的债券市场 最近很多话题 经常有些官员说要开放 又行 而我也看到 譬如 中国的十年期债息 上个星期 其实也去到三厘了 同期相比美国的十年期债息 只有0.5 0.6 就感觉上很吸引 那时候其实在国际投资者眼光 甚至很多香港的一些大户 中国债券 其实他们是否真的很喜欢 我自己都很喜欢 始终你中国的债券 是全世界来说 就是美国之后都已经是最大的 所以是 即使你站在一个投资者的角度 或者基金经理角度 你一定要参与的 只在是 只在哪个时间参与的 是的 我觉得 中国债券的份额 一定在你的 整体的投资组合里面 是有一样的定量 因为最新 譬如我上星期看 中央结算 经常都有些数字 譬如公布 外资是连续20个月增持中国债券 现在像你所说 已经超越了日本 计算美国之后 第二大债券市场 但我都留意到 外资持有的比例 其实只有2.5% 就是说 感觉上上升空间 是会 很多的 但是持有什么类型的东西 持有国家债 还是持有 中国的在岸市场 大部分都是国债 或者所谓 国有企业的债 那里是绝大部分的 但也有些公司债 公司债 我们经常听人们说 就是内房债 因为经常做节目 都会感觉到 这个月很多内房公司发债 因为很多债务到期 要还钱 而发美元债的比例 也是相对较高 内房债 在国债投资者的眼光来说 通常一问都是先问内房债 有没有其他 都比较吸引眼球 或者大家喜欢的类型企业债 因为内房债 相对来说 它的值是比较高 还有内房债 在这个中国债券的份额 其实已经是最大的 例如在看高息债券 那个universe 内房债是占整个 中国高息债的所谓universe 差不多六成 所以基本上 如果有一个投资者 你有兴趣投入亚洲债券 都一定中的 一定要买中国 你买中国 来说一定要买内房 所以基本上你是不能选择的 很多人问你 一定会自己吓自己的 你买中国债 高息 高息一定有些原因 有很多人说 譬如违约风险高不高 譬如今天有些彭博的报道 也都说 譬如中国7月的信贷违约规模 已经逆转回到4月以来的高位 估计未来的几个月 特别是8月 可能都会有更加多的违约事件发生 其实这些负面问题 很多人问你 很多人问我 很多人问我 很多时候 因为投资者都是靠看新闻 或者跟朋友谈 但是其实 没错 这个违约率是会高的 which is 都是正常的 现在是这个经济环境 但是我想看中国债券 我想要分开大体两个板块 就是房地产板块和非房地产板块 房地产板块 其实它的违约风险是非常可控的 即使你最近听到一些个别的名字 有一些违约风险 那些我们对来说 都是一些个别的风险 整体来说 整个房地产板块 它的违约风险是不高的 但是非房地产板块 就是另外一个故事 因为可能你都想到 即是去年有个中美贸易战 现在还有 今年的肺炎 对于那些公司 非房地产公司 其实它的影响是相对大的 那为什么呢? 那些公司通常做什么呢? 譬如做iPhone零部件 做衣服做鞋运去美国 全部都中了 全部都中了 所以在非房地产板块项目 那些公司的违约风险 是比起房地产板块公司 是相对高很多 那大家真的要留意 那如果我有个问题 如果我真的有兴趣投资债券 那很多选择的 有时候就是 我买一张债券 有些就是买基金 有些就是买ETF 其实怎么去因应自己的需要 去想究竟买哪一样 其实三种东西都不一样 都不一样 如果你自己去个别去选择的话 那投资者一定要对自己 选择债券的很有信心才行 因为很多时候买债券 那个额比较大 因为它通常最少都要买20万美金 那除非你是很有钱 你有很多的20万美金 去齐一个组织 那否则 其实在分散角度来讲 其实很危险的 第一 那如果买ETF versus买Fund 那其实ETF基本上是 没有说 减选债券 没有一个active decision 在那裡的 哦 然后有些 是的 因为直接追踪 因为直接追踪 因为直接追踪指数 那指数有什么 它就跟着买什么 那其实是没有说 说买好或者给一些叉目 那样东西的 但是反而你买基金的话 就是你的基金经理 你可以做一些 比较动态一点的减选 选一些好一点的名字 或者那个直播率高一点 或者要高一点 就相对比一些 可能有机会出事的 哦 即是flexible 通常作为基金经理 多久调整一次 譬如一些债券基金的仓 其实我们来讲 我每天都调整的 每天啊 很忙 那大家可以直接 譬如上网 也会留意着 自己的产品 其实那个是调整的 是 是 是 那刚才我听你说 譬如几宗产品有不同 其中一样东西 就是说 如果我只差一张债券 通常有几项 就是大家会见到的元素 例如 face value 是多少 票面本身是值多少钱 然后会有一个 票面值的 那个coupon rate 那个利率 然后我会知道 我持有何时到期 但是 有时我想 如果持有债券 其实通常都会持有到期 是吧 也没有了那些基金 或者ETF 我随时下车 这些是否投资者要想 究竟我持有这个债券 会不会涉及到一些风险 其实第一 持有债券 就未必一定要持有到期 譬如我们的盘 就是我们没有一个债券 是持有到期的 那我们永远都会 当它差不多 如果Yield去到某个水平 我们就会换马去 其他债券 那就不一定要持有到期 那关于你的问题 就是那个 base value coupon 和matured 的关系 大家见到可能 就是可能 当一个债券 它的表面息率 就是coupon rate 是低于现在市场的话 那 它这个债券的价格 就会 就是 在它的原本价格 100以下 是的 譬如现在 现在全世界 都是要5厘的 但是你的 债券 票面的利息是3厘的 它应该是 就是说的是90多的 那就是 卖比P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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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相反 如果债券 是比市价高很多票面的 例如 同一个例子 市场要5厘的 但是它的债券 是比9厘的 那它一定是100多 100多元的 那是否会直接影响 最后的Yield to Maturity 即是如果拿到最后的 西域率 是的 基本上 那个价格 就是去调整到 令到Yield Maturity 好像是跟市场的 现在 ongoing rate 是否一样 差不多 好 那今天真是麻烦你了 可解答了很多 债券的疑问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Gordon的看法 亦都是什么呢 未来都觉得 债券市场的规模 都会越来越大 大家都会继续涌入去 跟股市的关系方面 都是有机会 齐上齐落 至于 选择什么地区方面 可以考虑一下 亚洲相关的一些债券 因为可能爆炸力 和Yield的回报 亦都相对较高 对不对 好 谢谢Gordon今天的分享 我们的节目时间差不多 我们下星期再见